今天我們介紹的是這一種彎曲感應器 它就像一張很薄的紙一樣 上面有所謂的金屬絲 那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兩個點 代表說它是一個電阻型的感應器 那這些金屬條呢 它會做的事情主要是遇到改變形狀的時候 它的電阻值會改變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就像一個可變電阻一樣 只是觸發它的是物理的彎曲 使用上我們會用它來搭配一些電阻 然後進行一個分壓回錄 去看它說什麼時候它的佔比上升 所以在購買上 你可以像這樣子買單獨一個零件 再搭配自己一些固定電阻 也可以 你也可以購買這種訊號轉接板 這種訊號轉接板的話 一樣三隻腳 VCC GND跟AO 把它的輸出腳位 接到我們 Arduino的類比讀取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會開始去實驗 我會帶你觀察說怎麼去看它的一個 彎曲變化程度對應到的 輸出的數值 我們現在呢要開始寫 Arduino的程式 這邊用了一個 RGB LED燈 還有一個 類比讀取 第一個我們會介紹的是 LED燈的三隻腳 13 12 11 然後接下來 LED它們是屬於輸出的 所以要設計好output 這個一定要記得 一開始的初始狀態是 給它們都是關閉的 不給電壓 所以是0 然後接著我們要去讀取 看數值 所以要有serial begin 我們使用的是 讀取A2這隻腳位 所以我們把感測器 的輸出AO 接到 Arduino板子上有個A2的腳位 它的變數叫做V 好所以直發行我們就是print這個V 針對這個V去做不一樣的反應 比方說如果當我讀到 我的感測器的輸入給我的是 0到1023裡面的如果值大於500的時候 我去點亮紅燈 其他的狀況下我讓它去點亮綠燈 好 那我們來做上傳 打開我們的 序列視窗來看一下 現在都是0 因為我完全沒有私利 所以沒有私利的情況下現在亮的是綠燈 開始在使用這種 搭配著訊號轉接板的感測器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量到的數值 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都是0 那這種情況下通常 比較常見的做法是要去調整它的 玉值 就是所謂的0米度 這一個感測器已經有彎曲了 那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是 現在亮紅燈 我希望是 降低它的敏感度 它原本是亮紅燈 在這個彎曲的程度下 我希望判斷成是亮綠燈 我就可以選擇去轉動我的這一個 耳邊電阻 好那我現在去轉動這一顆可邊電阻 我們來看一下紅燈有沒有變成綠燈 它的瞬時針是增加敏感度 逆時針是 減少敏感度 再一次喔 瞬時針 增加敏感度 逆時針 它的門檻變高了 所以原本亮紅燈的變成亮綠燈 那可以推估的是 現在的 類比讀取的值 數字是變小的 現在亮綠燈代表數值是小於500 亮紅燈 是數值大於500 好所以透過瞬時針 可以 提高它的靈敏度 然後 逆時針可以降低它的靈敏度 那這樣子你就 下次看到說 怎麼說出的數值很奇怪的時候 可以先去調整看看它的 邊電阻 我們接下來要用一個 類似 智慧醫學的一個應用 我會把它裝在我的脖子這邊 然後我們去模擬假設說像一般 頸椎受傷 或者需要做呼吸治療的時候 我們怎麼確保 患者 他的這個呼吸道的一個 角度是正常 是通順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首先先拿出膠帶來 把它黏起來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把它黏起來 就像這樣子把它黏起來 還有這樣的資訊 如果你喜歡的話 麻煩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